惡意孤空可入罪 明報專訊 大陸A 股指著跌勢 是在公安部7月8日晚會同中證監調查惡意孤空 高調介入股市之後發生的 據新華社在周日晚報導 公安部副部長孟慶豐在7月10日上誤率跨部門工作組底上海 工作組已發現個別貿易公司涉嫌操縱證勸期貨交易等犯罪線索 正依法開展調查內地並無惡意孤空罪說過了 中國政府出動公安緝空 斷無理由兇手而回 周出在股市興風作浪的幕後黑手 證明的確有人想地裡做事 才足以為政府早前托事失靈挽回一些面子現意 在中國政府大落大鼓要拉人封艇之際 市場人士也開始疑惑 到底什麼事惡意孤空 內地網上不少文章都指出 證勸市場的罪行有多種 例如操縱市場 內幕交易 虛假陳述等 但沒有惡意孤空罪即使公安最後拉到真空 到底會控以什麼罪名而又可以聯想所謂惡意孤空的 這幾天收到不小朋友傳來分析 《古暴跌之謎》的文章 其中一篇這次股市的真正內幕對股市大跌的 全過程作了一個全面且深入的分析 有數字有理據 據相當說服力 然而文章作者也承認 背後操控造成股市暴跌的操盤手 有戰略家 心理分析師 股票操盤高手 資金運作團隊 做風險分析 數據分析 法律分析 有全盤的戰略規劃公佈真相才能教育股民更重要的事 這幫人馬還能夠得到一般人所不能得到的 非常重要的各種數據 動向 情報 連政府在何時用什麼政策 會產生什麼效應 他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能有這些資源 又可以有渠道得知各類政府的消息和情報 團筆時公安部在上海緝獲的個別貿易公司可以做到的 一場股市大風暴過後 中國政府應該做的 是成立一個高層次的委員會 把各方面調查所得的資料公諸於世 讓公眾可以得知這場風暴為何會出現 幕後操縱是如何進行 未來有什麼改革方案等等 只有如此 方能令股民收到教育 政府吸取教訓 把股打造成更規範 更成熟的市場 趁警長齊密論